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直接在Facebook上建立商店并进行线上交易支付方式,现金支付仍占主流,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一样,泰国大多数消费者在线上购物时偏爱现金支付,根据Acommerce2017年2月的数据,在其平台上进行的线上购物份额中超过478分之3,70%选择了货到付款,选择信用卡的占到20.9%,而借记卡仅占0.9%,泰国的电子支付发展潜力仍然巨大, 目前由于网络安全等问题,泰国还没有像中国支付宝这样普及度非常高的第三方支付,而泰国央行对电子支付的管理也比其他渠道支付更加严格。 微信支付就曾在2016年5月被泰国央行警告,在泰业务并未获得授权,但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消费者对于支付方式便捷的需求见增。 2016年,泰国电子支付交易额达888亿泰铢,增长20%,许多电子支付平台会与当地业务关系公司结成联盟,提供电子支付方式。 其中,京东金融与泰国本地的上泰集团合作成立合资公司,电子支付将是首先落地的核心业务,而关键之一在于适应泰国严格的监管体系,获得相应的经营批准。 Prompt Pay计划旺开启无现金社会,国与一批银行合作,于2017年1月27日全国同步开通,及时支付Prompt Pay,P2P电子资金转账服务,标志着国家电子支付National E-Payment计划正式实施的第一步。 该计划未来还将扩展到其他领域,泰国央行就Prompt Pay手续费上线给出的最终解释为企业电子转账金额10万泰铢以上,最高可收取15泰铢手续费。 而转出方为普通个人的,则按普通个人电子转账规定执行,即5000泰铢年手续费。 开泰研究中心估计即时支付Prompt Pay可使消费者的转账支付交易成本平均降低30%,同时有助于降低泰国金融体系的现金管理成本。 预测到2026年,整个经济体系通过电子渠道支付的金额占比,有望从2017年的30%2016年为23%,8%,提升至50%。 客户使用现金和支票的比例将从目前的70%降至低于50%,税收企业所得税。 在泰国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都需依法纳税,纳税比例为净利润的30%,每半年缴纳一次基金。 联合会和协会等则缴纳净收入的2%至10%,国际运输公司和航空业的税收则为净收入的3%,未注册的外国公司或未在泰国注册的公司只需按在泰国的收入纳税。 正常的业务开销和贬值补贴,按5%至100%不等的比例从净利润中扣除。 对外国贷款的利息支付不用征收公司的所得税,企业间所得的红利免征50%的税。 对于拥有其他公司的股权和在泰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所得红利全部免税,但要求持股人在接受红利之前或之后至少持股3个月以上。 企业研发成本可以做双倍扣除,职业培训成本可以做一五倍扣除,注册资本低于500万珠的小公司净利润低于100万珠的按20%计算缴纳所得税,净利润在100-300万珠的按25%计算缴纳。 在泰国证交所登记的公司净利润低于3亿珠的按25%计算缴纳。 设在曼谷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经营总部按合法收入利润的10%计算缴纳。 国外来泰投资的公司如果注册为泰国公司可以享受多种税收优惠。 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纳税年度为公立年度,泰国居民或非居民在泰国取得的合法收入或在泰国的资产均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税机为所有应税收入减去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按从5%到37%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 按照泰国有关税法,部分个人所得可以在税前根据相关标准进行扣除, 如租赁收入可根据财产出租的类别扣除10%至30不等。